其实各位进到我的以后 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些资讯是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个是购买中销售中 这个是你是买家就点购买中 当然如果你是卖家你可以选销售中 然后看看你有上架什么商品 那这接下来怎么看呢 像购买中里面有一个购买清单查看全部 你看这真的是我有买过的东西 比如说我有买过USB的烧录机光碟机 因为像有很多的那个电脑 它没有负它光碟机没有负在notebook上 所以我去买一个外接的 那以后要安装东西就USB界面的 所以我曾经买过 你看350 然后后来是算320 但是再加上了运费30块 所以就变成350 然后另外我也买过这个 anycast投影的投影到电视上的这些东西 这个手机的画面投影到电视的 我也曾经买过 试用一下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比较便宜 不然真的在直接你去真正的anycast 你去买的话 它是稍微贵一点 可能差不多450左右 但是380加30块运费 OK 所以是410 这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也跟各位讲一下 当如果你的物品下定之后 你可以看这里 这一排 现在你的物品到哪里了呢 那因为我的已经购买完成了 所以在已完成可以看到我这两个商品 可是如果你购买了 你可以仔细从带出货看一下 带付款或带出货 我们是从带出货这边可以看 然后它货品出来了没有 如果在货品还没出来之前 你可以趕快按取消 基本上趕快按取消 可以取消掉 可是你今天已经出货了 准备已经到了带收货了 对不起 你暂时没办法取消单子了 你要到时候你只能是办退货 就要办退货 你拿到物品或什么你办退货 或者是你干脆你就不去付款 你就不要款 那一段时间它就物品又会负回去 OK 但是总是对你的那个积分来讲 可能会比较不好 就不是很好 购买货 等等的 所以最好是不要 所以来 先在这个地方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 你过去在浏览商品的时候 有没有浏览哪些东西 然后你有没有 有时候你在浏览的时候 你暂时不买 但是你觉得这个商品很好 你可以先注记一下 你按赞 这些商品是赞的 你已经看过了 免得你每一次要重买的时候 你要再去确认这个商品好或不好 如果你这一次没事 类似逛逛街 你可以先去逛逛街 你觉得这个家店面看起来 我曾经进去看过 感觉它的品质都不错的 我先记录这家店不错 那就是按赞 来来来 等一下 这个 这个我先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一一再来讲 这个是在我的 我的的购买中 好不好 然后呢 进去之后 这些浏览记录 就像你在过去浏览 平常边浏览的时候 就是店逛商店的时候 那个商店不错 你可以按赞 等一下按赞一下 代表我做个mark 这几个商店不错 以后不用每次要真的在买商品的时候 在每一家每一家 你可以针对你曾经过去 觉得确认它不错的 可以先从它那边找起 甚至呢 你买过商品之后 你可以看看 我的虾皮钱包里面 现在有没有 这个虾皮钱包 甚至你 甚至这边有设定下 但是我这个还没有设定过 所以先跳过一下 虾皮钱包 基本上应该是你可以去处置的 但是我还没玩过 下次有机会再慢慢跟各位讲 邀请朋友可以钻虾币 所以你有鼓励哪些人邀请 你可以邀请哪些人 你就多一些虾币 那你看一下我的虾币 有没有虾币 这边 目前还是0元 因为我买的商品 它没有赠送虾币 OK 所以这些还没有 那这边也有一项 我的评价 就是今天你当了卖家之后 因为你还没卖东西嘛 所以买家没有给你评价 OK 那卖家 你看 尚未有卖家给你评价 所以卖家也没给你评价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奥客 你买了 然后又说不要 又不去理 那我这个卖家 可能就对你这个买家 可以设定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 人家不好 买了又不就那个 那你的这个记录都会流存 OK 那以后你下订单了 卖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人 这个买了 他的记录是什么 OK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我的优惠券 我的账户 都有机会进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 当然有同学问说 这个名字如果命了之后 可不可以改 基本上没办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左上角有个齿轮 齿轮这边 比如说我的档案 点进去 好 使用者账号 你看它是浅的 浅的代表你不能修改 那其他的这箭头 是可以修改的 OK 所以来倒退回来 刚才在哪里呢 在右下角 我的进去之后 左上角有个齿轮 点进去 之后选我的档案 里面你可以看 如果你的密码要变更 可以 这些资料要变更 可以 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变更 Email或手机 基本上它通常还会有一个 要传给你验证吗 好 那至于 跳回来一步 这些资料 暂时都还可以 不用设定 因为这个东西 是牵涉到 如果你要用刷卡的 负账 或者是 你今天 你是卖家了 以后 使用者买东西了以后 很多的 你今天买的规则 有什么 要注意的 这边有 你看哦 像商店 资讯验证是什么 验证失败 怎么办 虾皮商城常见的问题 有哪些 那另外 我怎么用优惠券 然后这里 我该如何向卖家提出 退货退款申请 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 好了 点进去 这边就有写 当你有退货需求的时候 先跟卖家沟通联系 可不可以 跟他私底下讲好 有什么方式可以处理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重新 请你换一个给我 然后我这样 等到确定了之后 再来要不要直接在这个 透过这个来提出来 但是你要在买之前 要退货申请之前 这边要确认你的卖家 是商城卖家 或非商城卖家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刚才我回头来 我们在商城的时候 我们在搜寻东西的时候 我说刚才我申请到了沐浴 然后这边不是有几个勾勾吗 这个虾皮商城 打勾勾就是 我要列出虾皮商城的东西 所以这些买的就是虾皮商城 那因为加入虾皮商城的卖家 这要经过有一些程序 才能够加入商城的卖家 所以一般你通常申请通过卖家之后 不是商城卖家 OK 所以这边 对不起 我现在手机画面没有同步 对不起 OK 有在动了 这里 像这边有个虾皮优选 就有可能是不是商家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虾皮商城勾掉 有没有虾皮优选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没有写商城 这就是非商城卖家 了解吗 所以非商城卖家 他的鉴赏期间就不一样 刚才有没有 商城卖家的鉴赏期是15天 这边基本上没有仔细注明说 但是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下 那个他的通常 他的时间有多少 来 所以这边没有写 他就是非商城卖家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 我们跳到 我的 进去看 我说 切到我的 然后到最底下的帮助走行 请看一看他这边的资讯 各位如果要成为买家 你要想说买家的权益有什么 但是未来想成为卖家 卖家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有空请多看这个帮助中心 像这个地方 我该如何向卖家申请退货退款 这边再进去看一下 当您的卖家 是商城卖家的时候 你看哦 享有商品到货 15天的游预期 那申请退货的时候 请你务必保持商品 附件 包装 厂商纸箱 及所有随附文件 或资料的完整性 然后将商品恢复原包装 退回商品必至于是全新状态 且包装完整 然后今天这个地方 我现在稍微跳一下 给各位看 虾皮购物将于接货买家 您申请退货的 隔天起的一个工作天内 先看看你的退货要求 然后会派宅配公司 在三到七个工作天内 透过电话与您联系 前往取回 退货商品 OK 这个是商城卖家 但是呢 如果你买的不是商城卖家的时候 鉴赏期不是十五天 鉴赏期是到期前 那个时效到期前 什么叫时效到期前 你开始收到过算二十四个小时 也就是鉴赏期在这个一小时 一天之内 你觉得不好 在一天之内请退货 请申请退货 可以吗 在这个地方 那退货的原因 有几个原因 没有收到商品 到时候它会有一个选项让你选 你是没有收到商品呢 还是商品有回损 还是你的商品错误了 因为你跟上面 我在购买的时候描述的规格不对 我要退货 或者无法使用 有瑕疵无法使用 或者是有一些明显不过 或者是已经跟卖家去的过程 等等的这些资料 然后以下还有注明 它其实还有一些细节 你如果说没有收到商品 送出去之后 接下来这个虾皮的商城 会开始跟卖家要求说 你有没有计货的一些单据 等等的 那如果商品有回损 那就是要跟买家去拿有关证明的文件 OK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先暂时不说 因为讲太多 各位这些都是 都在看我在讲这些东西 先让各位自己先看 待会我们会请各位 我会操作一次买物品的流程 到最后送出单子 好不好 来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个帮助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